大家在開始聽之前先給我們一個Like 你們每一個Like都對我們很重要 大家好我是飛龍 今天想說中年好聲音二 大台會不會落力去捧呢? 因為有些網民說 叫阿輝不要簽大台 自己有錢自己捧自己好過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覺得中年好聲音第一屆他們的人 大台很多時候只顧著幫他們接一些商演 節目都沒有安排他們去做 因為覺得如果沒有自己的節目去做的話 就很難把一些名氣再推上去 一會我都會跟大家研究這些東西 還有大台會不會掛著捧洞拉而忽略了中年好聲音兩屆的參賽者 大台多用心捧他們 最近還說加多三名成員 加完之後會又改名 會不會叫洞德成呢? 還是一直被網民消息就叫洞拉呢? 所以要加人順帶改名 不如叫洞曬更好 你不用數字的你洞什麼都可以 好過遲些日說叫十二新肖 才會拿名 但說實話又是十二位不是跟MIRROR一樣嗎? 擺明是對著MIRROR來衝 一會也會研究一下大台會不會掛著洞拉而忽略了中年好聲音的參賽者 說實話中年好聲音二的比賽完了之後 看到印尼姐本身在網上也有評價他們的參賽者 尤其是冠軍 古卓文 雖然印尼姐沒有點名 但她就說 評判原來喜歡柔利誇張精 絕非素人 明顯是說冠軍 忘記了 有觀眾緣親切感 也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印尼很得高望重 就算我們早前說楊千華如何做評判不行的話 去到印尼出來說怎麼都有些份量 印尼姐說得對不對呢? 她的看法就是跟 當日現場的六位評判的看法完全不一樣 當然網上也看到有幾派 有些真的很支持古卓文 說這班參賽者裡面明顯是超班的 但同時間很多人也評論古卓文 第一 你之前十幾年都紅不了 現在其實有沒有機會可以再紅到呢? 第二就是覺得她有少許妖氣 或者好像我老婆 覺得她像一個壞人 看樣子已經覺得不討好 你唱歌有幾都沒辦法 甚至有些人覺得她唱歌 也不適合她們 因為看到很多人都經常說 古卓文唱廣東話歌其實也不太好 有人唱英文普通話好一點 很明顯印尼姐也是不喜歡古卓文以體 同時間她應該是挺喜歡譚輝智的 因為她說要親民最重要 雖然如此 但很多人都說譚輝智未必一定會簽TVB的 第一有人覺得她只不過是出來玩而已 知不助做歌手 因為家裡有錢 甚至有些人說TVB捧人都一般 不如她自己掩錢出來捧自己更好 但話說回來 要記住一件事 我不知道現在的例子有沒有改到 如果在聽我以前的朋友說 玩這些TVB的歌唱比賽 起碼你都要先過一年的冷河 就算不簽他們 因為不是玩完的比賽 即刻他們可以給哪家唱片公司 或者自己捧自己都可以 不是的 TVB起碼最少拿回他們一年合約 很多時候 以前這些參賽者 就在這一年合約裏面 被人懶惰之後 就無法紅 例如造星5的冠軍 傳聞他好像沒有簽3TV 即是沒有簽Make-A-View他們 所以現在都是擺著一陣子 有時候聽說星夢二冠軍 任凱晴都好像是沒有簽大台 所以你看到好像沒有什麼 被捧過去 你知道有時候擺著擺著 其他新人歌手來出現了 或者 接下來另一個歌唱比賽 又出現又誕生其他冠軍 那些人就很滑亡 很容易忽略了之前那位 我們當時那個熱烈追捧的人 何況恩尼姐又不是這麼看好 跟著又說 大台之前找到這些參賽者 都是叫他們上下一些 綜藝節目表演一下 或者台興 因為便宜一點 而且容易叫他們出現 或者拼命賺錢 去找不同的商演 老實說 以往其實捧到歌手 真的不是 只是幫他出幾首歌 就一定可以完成 要給他多些不同的範疇 出鏡 就算去到那些樂隊 當年Beyond也有Beyond放暑假 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Beyond也能提起 跟這些節目也有關係 Warner也有Warner狂上曲 所以就算去到藝人 黎明那時候 都是TVB給他拍劇 拍到他有名氣 然後才會出歌 那些什麼天牙歌女 鼓起黎明 接著又加上人在邊緣 或者鄭醫健 他開始的時候 都是拍著陳松寧 是不是拍那些月宜彎彎照九州 拍到陳松寧變成了螢幕情侶 因為當時好像 六叔欣典他們是做螢幕情侶 然後鄭醫健 只是一個名氣 再轉為歌手 或者李克勤 一開始 他第一張碟 命運符號 有月本寫的曲 都不是feedback很好 他要去到第二張碟 才開始有人氣 那時候唱夏日之神 為什麼那時候有人氣 因為李克勤拍電視劇 那時候拍了一套不再少年事 那時候李克勤好像只有十八還是十九歲 已經可以做男一 在TVB裏面 某個程度上 也要電視台肯鼓你 給你一些節目 你才可以再鼓起這個人氣 所以看一看你當時聲夢傳奇 為何嚴明熙或Chantel 他們短短時間可以鼓起這麼大人氣 想想當時他選完冠軍 沒多久 找了一套青春本我 找了幾個星夢學員 去演出一套青春劇集 然後嚴明熙和Chantel馬上幫他做歌 只不過是2021年選完聖夢 就在那幾個月裡面 直接可以競逐新人 當時大台為何這麼努力呢 這是趙偉哥回去大台 之後第一個搞的歌唱比賽 而當時MIRROR已經在紅了 如果當時大台不鼓起偶像歌手出來 所有的風頭都被隔離頭威風 所以如果大台有心做 是可以很短時間內 一定是可以鼓起到一些人出來 都是那樣東西看他做不做 想想想想星夢一裡面 Yumi和Jim Timmons 很快就已經連著 嚴明熙和Chantel 搞到Aftercast 然後第二年也有幾首單曲 給他唱 去到2023年的時候 那年也好像出了四五首單曲 他不是冠阿貴 也會這樣捱他 或者Archie 受重任 現在派了去Lone Line的成員 說實話 Lone Line 無緣無故加多三名成員 聽說這三名成員是非限定團的成員 其實我不是很明瞇 非限定團 隨時可以離隊 另外把Lone Line拆成兩隊 一隊叫Lone Line S 將會以中國內地 亞洲地區為主 而Lone Line 3 以中國香港 要說明中國香港 有時候說漏了中國兩日子 的亞洲地區為主 他們說打破傳統限定的意義 以S隊 V隊 雙重認識 在舞台中發揮 一隊就是LS 一隊就是LV 一隊就是LV LV 是名牌 加入 其中兩名成員 編了去S隊 而Lone Line 我當是三名香港成員 即是Archie 文佐康 黃奕斌 就會是香港市場的V隊 而澳門代表 黃奕斌 黃奕斌 就是S隊和V隊 兩邊走 這麼複雜 怎麼可以在兩邊走 我不太明白 我看他的形式 其實S隊也好 V隊也好 都是九名成員 只不過 S隊和V隊 有些成員不一樣 但有些成員 會不會很複雜呢 會不會很複雜呢 這件事 一個人走幾隊 之前有沒有試過呢 也有的 因為我記得當年 吳宇飛 有Cookies 後來變成Mini Cookies 他做Mini Cookies 當時又搞了一隊 乒乓的樂隊 當時吳宇飛也是幾邊走的 或者商台的少爺 他又有一隊野仔 又有一隊 I love you boys 他也有兩邊走的 中途裏面是做多一隊組合 但現在還未承認 已經兩邊走 會不會怕觀眾記不起呢 記憶模糊呢 有人加英文字母好一點 之前被人一直笑 之前的人還在提議 分了幾隊 會不會一隊叫Lone Nine Nine 有些網民說 為什麼索性不做兩個名字呢 很難說的 AKB48那些都有分支 他不知是學日本的女團 還有現在Lone Nine的名字這麼有名 貌貌人將Lone Nine的名字 改了另一個名字的話 那就沒有記憶點了 因為Lone Nine的名字就被人笑得出名 看到網民說 最初害怕他還會叫Lone Da 因為已經變成了一單 有些人提議 好像電話款式 Lone Nine S Plus 總之都是一句 Lone Nine就無極限 不知遲些會不會再加人 我當Lone Nine S那一隊 TVB不用管 因為那是主公內地 TVB多或少都要顧一下 Lone Nine V 即是我們簡直是LV 老實說 我去年我發覺大台 同一時段是不能捧太多歌手 否則就是有點混淆 雖則Lone Nine是一團人 同時有九個人 話說他也要給這九個人 會不會只顧著Lone Nine捧這九個人 忽然還有一些中年好聲音呢 其實你看到中年好聲音一 吉吉已經好一點了 因為我看到吉吉都好像有 起碼也有三首歌 最少我不知道有沒有數漏 即是三首的新歌 兩首是劇集主題曲 但李佳和羅啟豪 只是出了一首合唱的翻唱歌 最近好一點 他們分別兩人都有一首新歌 但見網上點擊就一般 都有人是幾萬點擊那些 其他歌手也會覺得幾萬都不錯 但他們是中年好聲音捧出來 而且我看到歌曲裡面 都沒有認真幫他們搞一些形象設計 就是普通一個外形 就去拍一個MV這樣 不要忽略這些形象設計 是很重要的 很多時候歌手有沒有台形 就是公司幫他安排的 就算你平實 例如好像孫燕之或者梁正宇那些 其實他們也有搞形象設計 不過他們那些是所謂的清新 平實 例如舉例 初期的周杰倫 怎樣記認周杰倫呢? 永遠周杰倫初出道的時候 任何MV都戴著一個CAT帽 周杰倫很多MV初出道的時候 戴著一個CAT帽 是不是因為公司窮到 沒有其他裝扮給他呢? 不是 只是想讓人有一個記認在他身上 還有這些記認之餘呢? 顯得到他有一個風格 因為周杰倫其實 起初已經唱很多R&B 或者HIPHOP 他戴著CAT帽 都很搏合他的歌種 所以我想說 阿Gigi炎明熙 雖然那些人經常笑他的衣服 不要理會 笑還笑 起碼我記得阿Gigi穿過的衣服 還有這些衣服也是不錯的 顏明熙就有 放心機幫他搞形象設計 配合少少少 顏明熙的樣子 不要看輕這些形象設計 看一看 初期王菲剛出道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形象設計搞的 王菲後 是不是立即很不同呢? 判約兩個人 王正文的階段 和王菲的階段 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形象設計搞得好 你的歌手 都是先有得搞的 林志祥初期還沒有留鬚 和他心裡留鬚之下差很遠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留得鬚 李隆基留鬚 那些人就說是顏色白虎 有時候都要看配合 有段時間李克勤也留過鬚 那些人就在笑他 搞到李克勤最後要剃回鬚了 鄭伊健 短髮時和長髮之下 是不是差很遠呢? 立即有些格子 反過來是黎明 就不可以轉形象 看到黎明的頭髮都差不多 他轉長髮 你看看這個 十月衛星裏面的造型 是否想學鄭伊健 黎明就不適合長髮 因為他的臉型不配長髮 不是每個人都像郭富城 你看看神聖 其實自己背頭 都是這麼英俊 加上我之前說的理論 通常永遠 捧第一屆就比第二屆 通常是一屆一屆慢慢 跌少少 當然偶爾會後面有 某一屆會彈上來 但如果單是和第一和第二屆 比一些歌唱比賽 不知道所有的歌唱比賽 第一屆一定比第二屆好 除非勝出的參賽者 未必是簽同一間公司 例如張天庫 當時他沒有簽VTV 簽了華立 那麼華立就捧得張天庫不錯 如果當時張天庫有可能 繼續留VTV 就有機會一直被MIRROR掩蓋他 因為香港捧Artist 就不像日本 日本很多時候很流行 好像那些戰隊 蒙面超人 連出新款都沒有問題 日本有可能 他們就覺得 誰強一點 就誰留到最後 李強的說 你不怕後面有個新人在出現 在香港就不是了 很多時候捧到某一個得 他就算所有的資源 給回之前的前輩 後來的歌手就差一點 所以你想一下 去到強圓英王 開頭捧那些歌手最紅 亭鋒 容祖兒 TWINS 之後就差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資源 直接撥了 就給了他們 其中一間公司能力有下 就不像以前的唱片公司 以前唱片公司 為什麼可以捧那麼多人 好像我 以前印每一張唱片都是印銀子的 每一張唱片都是賺到錢的 以前的保利金有什麼所謂 十幾個歌手 只要全部捧了 全部都唱片不錯 因為以前是靠唱片賣 去賺錢 現在就不是了 唱片是賺不到錢的 還有一些免費放上網給人聽 所以現在呢 如果資源有限的話 例如TVB最厲害就是給你一些主題曲 但是TVB一年有幾套劇集給你唱呢 又不能套套找你唱 套套找你唱 就很悶 還要那套劇 都要Hit 那套劇不Hit的話 通常首主題曲都很難大Hit 現在又要分一些給第一屆 有些人分給第二屆 我當是Lone Line不唱主題曲 不同地爭 但是有時候你會見到嚴明又唱幾首 分一下分一下就沒有了 你明白嗎 還有好像說 就是好像那些人擔心 第一屆中聯好聲音都未算那些人捧到很紅的話 第二屆 有機會你只是 跟他差不多已經很厲害 這樣其實是不夠的 你想想一下 第一屆新秀是梅艷芳 大家都知道 其實梅艷芳當時大台有安排劇集給他演出 香港花月夜 這套也是梅艷芳唯一演過一套劇集 去過第二屆的時候 女方也好 大台也安排一些 不是主角 配角給他演出 演新澤師兄 高魯全的角色 都有些回響 然後女方才再演赤腳紳士 女方演赤腳紳士的時候 有些女方的外形就不是很擔心一個主角 那就差一點點了 到了第三屆 張偉健 初期TVV也沒有捧他 後來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也未必能回到身 就算看回《超屋巨星》 後來起碼大台也有捧一下胡鴻坤 給一些明卡瑟演 初期阿坤哥 聽說就被大台投行致散 只是放在一旁 但是阿坤哥有時候努力 在網上發力 自己唱很多Cover歌 初期不錯點擊 然後才有機會唱完創歌 雙台又給他獎項 又給他獎項 最受歡迎男歌手 那段時間阿坤哥才能彈到一點點 那段時間 其實大台好像沒有什麼 在碼的阿坤哥 除非有些特別例子 外面有些力 就是被捧他這群人 如果他們純簽TVB的話 也未必那麼容易發位 還有你又不知道Lone 9會不會像MIRROR那樣 到時到時每人又出回一些downcode 這樣就爆一爆有九個位 數下數下都好像沒有什麼名額 所以先見網上 希望大台可以給一些節目 給中年好聲音1也好 2的參賽者也好 給你擔當一下或者演劇 看看有沒有人演戲演得好 否則如果中年好聲音1 頭一年只是 賺錢 接很多商演 捧的名氣有限 要明白一件事這行不盡就質退 如果你頭幾年都不是谷島的話 就很難默默然彈起 就像李克勤那樣 當年原本就說談話人接班人 後來又說他在 四十天王裏面第五天王 其實他比四十天王紅 只是他進不到四十天王 之後總結輪到做主持 後來也是靠管營樂 令李克勤的名氣彈起一點 明白李克勤當時其實一直還有拍 TVB的劇集 如果當時沒有TVB劇集 我想李克勤 也沒有那麼容易彈起 所以看看電視台 給多少機會 這班中年好聲音的參賽者 歡迎大家留言 都說一下你又怎麼看 今天完學圈新聞就先說到這裡 遲些再分享其他的新聞 就這樣 拜拜 拜拜